2、1、明天 画面上是基隆中原祭的开灯仪式 上千盏的普渡宫灯瞬间大放光明 象征在农历七月为好兄弟引路 到阳间来接受供奉 这项传统仪式每年在农历6月29号晚上举行 府会贵宾云集包括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佟子伟 轮值主谱的张廖简姓宗清会理事长廖大明 主委张通荣及立法委员林佩祥王振旭 和基隆多位市议员等贵宾 大家都以恭敬虔诚的心 共同来参与开灯 开灯的仪式就是代表中原普渡第一天 让我们的好兄弟都出来在基隆玩一玩 游行 一百七十年 清朝明治时代 国民政府到现在政府都非常重视这个活动 所以我希望大家出来到市场走一走 基隆今年的中原居非常热闹 我非常感谢文化光潔秋季郎大力支持 谢谢各位 今年是第一百七十年了 非常谢谢张廖简宗清会扮演今年最重要祖谱的角色 我觉得很感动是这是我第二年参加 第一年非常忐忑 第二年觉得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那我觉得扮这样的活动最重要的是 胜中追远之外 其实多了一个慈悲和包容 慈悲跟包容还可以让这个社会更祥和 那很希望今天是中原季的第一个活动的开始 也希望今天活动顺利 也确保这一个月的活动都圆满顺利 带给基隆人平安顺利 也是我们基隆年度最重要的省市 我想为老大公开灯 为老大公为普渡 为这个兄弟们引路 我想让大家平安健康 是我们基隆非常重要的文化 农历的这个七月一号这个中原季 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号这个无形文化资产 也现在被列为交通部 十二大重大庆典之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 我想对基隆人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事意义 希望大家都平安 台湾平安 基隆平安 大家平安 开灯仪式后 还有精彩的祥师献瑞舞师表演 并向观众群撒糖果 吸引民众争相拍照录影 在市政府文化观光局 和主谱的张料简姓宗亲会 全力合作下 中原季的各项传统庆典 将陆续展开 保留百年祭典科医之外 也带领民众来认识这项 传承了170年中原季的慈悲精神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